一个人身边的这个概念呢 传递给现场所有的嘉宾 所以呢 我们从包装到我们今天整场的设计呢 都是使用非常浪漫的粉色系 希望呢可以营造出一个非常浪漫的氛围之外呢 也可以营造给大家一个 好像是在家里头 被妈妈同在手心上喝酷的感觉 那么专门为东方人所设计的这个妈妈茶呢 它是使用百分之百天然的食材所熬煮的哦 而且呢不是有没有这个任何的化学物质 另外呢也是也不是这个浓缩的精华的还原精粹 另外呢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呢在饮用的时候呢 是可以完整的被吸收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妈妈茶呢 要来展现给大家 因为我们在这个妈妈茶里头呢 使用了还有我们的红枣 桂圆以及网布流行等等的九种食材 那么在女生 像是女生在经期过后想用的话呢 可以帮大家来调整身体 而且呢也会让你精气更舒服 也可以来补血气 那么男生也是可以使用的 男生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补下我们的精气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欢迎我们最美丽 最年轻的妈咪 也是我们妈妈茶的代言人 我们请现场的朋友一起来欢迎 欢迎冠军厨厂 好 哇哦 欢迎我们农村香妈妈茶的代言人 昆凌 哇 推着非常漂亮的粉红色的娃娃车 出场 展现了非常优雅的姿态 现场的闪光灯 不断感觉我们现场呢 冲满了这个粉红泡泡啊 好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 来右手边 好来 我们的 我们稍微移动一下 好 我们的娃娃车稍微推一下吗 好 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正中间 来看一下正中间 拿手机的 好 好看正中间 好 再出来一点点好 可以拍得更清楚 好 再来我们的右手边 来看一下右手边的摄影大哥 好 OK吗 还有不要补充的 中间来 中间再来一下 对来我们看一下正中间 好 好来一个漂亮的姿态 好来我们再看到我们的左手边 来我们的左手边 来我们的左手边 好 待会来我们的左手边 这边这边 好 OK吗 好来 上面这里 下面最前方这里 来中间 中间再一次 中间再一次 好 好 OK 来 好 我们的最左手边 最左手边 我们也照顾下我们的摄影大哥 来最左手边 好 OK 接下来来我们起工作人员 帮我们递上我们的妈妈茶 来我们起风铃帮我们拿着妈妈茶 展示一下 站在我们的农橙箱的背板前方 来我们一样先看一下正中间 好 OK吗 好 来我们看一下正中间 好 就像大家看到的我们的农橙箱妈妈茶 以非常甜美温馨的粉色性呢 作为我们的主视觉外观 那么今天的记者会现场呢 也引导出给大家一个家里的感觉 希望呢 现场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这个温暖给包围 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先从我们的右手边开始好吗 好 好 好 来我们从右手边来看一下右手边 好 我们右手边看一下 谢谢 好 再来我们的正中间再来捕捉一下画面 好 再来来到我们的左手边 来 稍微左边一点点 我们左边有很多的圣语大哥 好 中间再来最后一张 来捕捉一下画面 这个产品可以休息一下吗 好 来我们产品可以稍微拿出来一点点 对不对 可能看的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OK吗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是不是 对 产品不用 产品不用 好 好 那我们稍微靠近一下用后方有这个浓唇香的背板 好 都拍几个姿势哦 谢谢 好 OK吗 还有没有哪边要捕捉一下画面的 好 来我们的右手边 对对对 好 再来分享我们的中间 好 以及我们的最足手边 来 东西来看一下 好 最后我们回到我们的中间 OK 好 我们都不做到画面了吗 好 谢谢 来 我们先醒婚礼 来到我们的货材间做休息 来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来布置一下我们的场地 好 我们的妈妈茶的专业专业的研发团队呢 非常的用心哦 为我们东方人的体质呢 设计了这款的保养圣品 都是采用的是国际级的标准来严格控管品质的哦 而且呢 是比月子中心还要更讲究这个安全卫生 全程呢 是非常的严格管控的 都要等到非常的安全无虞呢 才会把我们的这个妈妈茶 送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中 也因为有他们这样子的坚持呢 妈妈们才能够非常安心 而且轻松的来拥用我们的这个妈妈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的昆凌出场 欢迎昆凌 好 我们请昆凌再次为我们出场 来欢迎来我们坐到我们旁边的沙发上 好我们今天的来到这里哦就是要来请昆凌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生完小孩嘛但是呢完全的看不出来已经生完小孩了 好所以待会儿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保养的 不过首先呢我们先请昆凌来跟现场所有的记者媒体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汉妮昆凌 好我非常荣幸今天可以直接跟大家见面然后非常荣幸的可以就是听农村香妈妈茶代言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是他的也算是一个见证人 是 嗯 而且要先恭喜你啊我们对日子宝贝的健康的这个出生了 谢谢 呃家里出多了一个家庭成员我想一定会非常的忙碌 那么在这么忙碌你还可以保持你的肤质啦 或者是你的气色这么的好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或者是我们应该先来请教一下就是你在生完小孩之后呢 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呢 其实我觉得身体状况真的是跟以前差蛮多的 是 就生一胎可能就会有微氧 你生第二胎之后我觉得差很多 差很多 就是很容易感觉到疲惫然后就是很容易免疫系统下降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多多补补身体 多多补补身体 妈妈茶非常好用 而且对于我的小懒人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嗯哼好所以刚刚提到了我们这个产后的保养跟调理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么生完小孩之后呢你平常做的这些保养啊 有没有因此做的一些些调整了 嗯哼有因为我还在喂女卤 所以我对食品我就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就觉得妈妈茶对我来说非常有效 而且她对发奶也非常有效 所以我觉得是一举两的就是吃了很安心 然后又可以帮我发奶味包包 是因为我们在妈妈茶的这个成分里头呢有一个成分是网络流行 它是我们底四这个保养身材上或者是保健身材上面是怎么办到的呢 呃怎么办到的哦 其实我觉得是要很注重 呃选对保养食品 因为一开始你就会去就是会尝试很多不同的保养食品 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吃过量 其实身体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就会变成比较 比较妈妈的样子 但是对 对其实我觉得要省对 然后妈妈茶有一个低热量 然后又对症下药 因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奶 跟你们要保养自己的身体 然后它里面有红枣成分 然后也就是一般女性也都可以保养子宫的一个成分 对而且刚刚讲到就是在发奶除了很重要之外呢 其实我们的妈茶真的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刚刚看到之前看了你的Facebook 常常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 就带着衣包就可以出门了对不对 所以它挤开挤饮非常方便之外呢 而且它里头就是还有刚刚讲到的发奶生病 非常适合妈妈 所以像是即使妈妈喝 或者是一般的女性喝也很适合 因为生理期过后啊 喝一杯这个我们的妈妈茶 可以让你的生理期更舒服一点 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补一下血气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要请问婚琳的是 就是对于宝宝的照顾上面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或者是坚持 什么样的坚持 其实我觉得现在宝宝还小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陪伴他 然后加上因为我在他生命的时候 也比较有就是也比较有奶量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好好陪这小孩 然后我觉得现在现阶段 我希望可以多亲吻就亲吻 然后多可以给他一点母奶就给他母奶 但我这边也是觉得女性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是 因为我曾经也有一度是突然间就没有 然后就喝妈妈茶 然后一直想说我要赶快追回来 所以我觉得自己其实会给自己压力 所以我就喝妈妈茶一方面当补品 一方面就希望可以把奶量追回来 好都这么说了一定要来喝一下 因为现在还在轻味的阶段嘛 对不对 那现场我们就来喝一下我们的妈妈茶 来让你品味一下 谢谢 好 喝一下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喝完妈妈茶的感觉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我接触妈妈茶已经有两年了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她的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是有点害怕 因为我是本人蛮害怕中药味的 对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是中药成分嘛 我当时是在吃一种比较紧张的心态去喝它 但当时它其实没有什么中药味 甜甜的 对对 对因为它里头有这个红枣啊会员啊 所以已经蛮压住那个中药的味道 因为我也是一个蛮怕中药的来源 所以喝起来感觉像是在喝甜甜的这个果汁一样 对不对 而且就是加热也很好喝 平常我看你是直接倒出来喝也可以对不对 就是两种温的或者是常温喝也都很OK 对对 所以甜甜的 所以如果害怕中药味的朋友们 都可以来试试看我们的妈妈茶 好今天也谢谢孤林跟我们分享她这个 保健的type goal 好我知道记者们想拍一下她很美丽 我们来帮你来试 好 来 好我们记者可以来补重一下 孤林喝茶的画面 非常的优雅漂亮 而且我的妈妈茶 就像孤林刚刚提到的哦 有发奶的功能哦 有非常厉害的网路流行 是非常厉害的发奶圣品 而且呢 它的包装是一包一包的 所以其开启的非常的方便 另外呢 大家关心食安的问题嘛 它也是经过了SGS的非常严格的检验认证的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 好 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中间 好 来到我们的最左手边 来我们最左手边呢 都有摄影大哥 辛苦你们了 好 OK 都捕捉到画面了吗 好 谢谢 来我们再次谢谢孤林 谢谢 来我们请孤林呢 先回到我们的后台 先稍坐收洗一下 好 今天也先的先谢谢非常多的媒体 接着朋友们今天应该很早就来这边等候了 那么对于我们的妈妈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待会我们现场呢 都有非常专业的团队 来这里为大家说明 为大家服务 好 来我们请工作员 来稍微帮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场地 那么待会呢 除了对我们的妈妈茶有兴趣 可以来询问我们的专业团队之外呢 待会我们的孤林会在舞台上呢 进行我们的电子媒体的联访 所以呢想要来联访的记者媒体朋友们 再麻烦您稍微往前一点 让我们的舞台前方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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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吗 Tim可以吗 OK 所以要来联访的记者媒体朋友们 来我们的舞台前方 好 好 另外来过新场的同学 对我们的同学 想要没有兴趣 或者是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呢 我们现场有穿白色的工作人员 可以来为大家说明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询问我们的专业 穿着白色的衣服的工作人员 谢谢 好 我们都OK了吗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一次 好 来我们的摄影大哥们都准备好了吗 都OK了吗 OK了吗 我们就要再一次邀请参加出场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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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好 今天很久没有回台湾出事 对 嗯 对啊 嗯 对 因为我就是之前是刚生完小孩嘛 然后就开始跑电影宣传 然后很开心可以今天又在这边 跟大家见面 马上生完就出来工作 体力上各方面都还不合理好吗 体力哦 体力我觉得确实比以前差 但是就是还在回复当中 为什么这一次这么快就要工作啊 这一次哦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刚好排成上面 电影就要开始要跑宣传 然后就因为我参演一部分 所以就来拍一次跑宣传 对 那进补有进补够吗 我觉得还在努力中 然后因为我家就是居家式的就是进补 所以就是用妈妈查 然后好好补一下自己的子宫啊 身体 对 所以身完第二胎感觉身体跟以往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有耶 就是我觉得身低胎就是觉得还好 所以身完第二胎觉得身体比较容易疲惫 然后 就是可能现在也是在因为轻胃阶段吧 所以就是常常没有睡够 对 所以你现在好像瘦回来了吗 还是跟之前有差距吗 跟之前哦 跟之前好像差不多 对 就是可能有为母奶有帮助 对 刚刚刚有说就是马上就复勾了 那之前有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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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也是一个突然的就是差距 也是突然经纪人就说有个这样的试镜带 看我可不可以拍它 说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但是他觉得是个好机会 看可不可以录这个试镜带 然后就觉得好吧 那就来录一下 对 那可以帮我们拿一下当时 嗯 手法去试一下 好 谁帮他拿一下好不好 好 让他有一只手可以空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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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对 嗯 什么 那个过程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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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当时还不太能下手 所以我就推着轮椅 然后做一些就是 武打动作 就是用手啊 然后眼神 表达我那个角色该有的杀气 那姐妹你在旁边做指导吗 还是 有 他就是帮我推着轮椅的那个人 对 那他有跟你 跟你的手慢拿低一点 好 这个吗 对 那他有跟你说 我好羡慕你 或是很嫉妒你 他 其实没有耶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帮助我的角色 然后就是 租轮椅也是他的想法 说你在轮椅上 然后就是什么镜头怎么样怎么样 去做个试镜带 所以我觉得他帮助我蛮大的忙 所以现在那部片的进度到哪里 进度到哪里 进度到哪 进度到我下个月就要飞出去开始拍对 有做什么就是拍摄前的训练或什么 拍摄前训练有啊 体能训练 然后表演训练 对 过程还好吗 过程 其实我还蛮享受的 虽然我就是常常在练武打的时候会有点挫折感 因为毕竟我不是武打就是出来的 所以还是会有点挫折感 但是在中间就是慢慢进步会就是蛮开心的 练武打会受伤吗 还是偶尔之类的 有吗 我们运行是一定会有 但是我觉得受伤的还不至于 因为我还没有跟人家互打 我只有在练动作跟力道 所以练武打比较辛苦 还是带两个孩子比较辛苦啊 呃 不一样 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一个是就是 就是身体的疲劳 但是是开心的 然后是像运动一样 然后带小孩的话是 你要很focus 对 所以带两个辛苦不辛苦啊 跟以前一个比起 我觉得 不一样 可是因为现在的话 大女儿已经开始会照顾儿子 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多个人帮忙 但他有时候会一个不小心 把自己的奶奶给弟弟喝 就要开始阻止他们之间的状况 所以他怎么帮忙照顾弟弟 他会去帮弟弟拿尿布啊 然后会把他的奶奶拿给他喝 然后他有时候会想要喂弟弟 但是因为现在是那个气孔要对准 所以他还在就是学习阶段 所以杰伦比较爱儿子还是爱女儿啊 他我觉得他都爱耶 对 没有偏心的部分 我觉得还好 因为姐姐会吃醋吗 姐姐现在目前是吃醋阶段 就是如果我们要抱弟弟 他就会说 妈妈抱抱抱抱抱 然后就一定要我们旁边的人 趕快分担一下 就是看谁先抱弟弟 或谁先抱妹妹 对 要不要说一下那个 好像杰伦送你豪宅是不是 蛤送我豪宅 没有耶 那件事吗 没有耶 对 那之前是不是有生日庆生的时候 送你一个很大的礼 送我一个很大的礼 其实我觉得大家一起出国玩 就是一个还蛮大的礼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 然后有时间一起去过生日 其实我已经觉得不管去哪儿 就是放假的感觉 嗯 所以有送你什么特别的东西 送我特别的东西喔 还好就是福奇间的一些小礼物 嗯 我之前有说过我可能想 可是我现在目前想要先缓缓 对 结果好像有说要三思 对 我觉得两个目前为止很够 对 可以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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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我们的 记者朋友们 我们再次请坤林呢 先到我们的后台 先稍作休息一下 那么待会呢 我们的台上会进行我们的平面联访 好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 现场的记者朋友们 如果对于我们的农村三方发展呢 想要有进一步的认识的话呢 都可以来询问我们非常专业的团队喔 哇 这个看法是一种今天 而且是最好的 回忆到我们的这个词 汤匙 这些农村最后来观察 好 其他人的 这些都认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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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